权力的游戏 咱们回去吧 Gary眼见周遭的树林渐渐变得昏暗 催促道 野人们也死了 你感情怕死人 魏玛罗伊斯爵士问道 隐约透露出一丝笑意 Gary才不会上钩呢 他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 见惯了贵族子弟们来来去去 死了就死了 他说道 咱们何必跟死人过不去 他们真死了吗 罗伊斯轻声问道 咱们怎么确定 威尔见着了 Gary说道 如果他说他们死了 我绝不怀疑 威尔就知道 他俩迟早会把自己扯进去 他只是希望能尽量往后拖延 我老娘说过 死人没戏场 他说了一句 威尔 我奶妈也说过这样的话 罗伊斯回答道 吃奶是听到的话 可别当真了 人就算死了 也会告诉你些什么 他的声音在黄昏的树林里回荡 显得太吵了些 咱们前头还有好长的路要赶 Gary解释道 还得八天甚至九天 转眼天就黑了 为马罗伊斯爵士 瞅了瞅天空 一副全然不在意的样子 每天不都是这伙子天黑吗 Gary 不就是天黑吗 你怎么像个娘们似的怕起来 威尔看见Gary嘴角紧绷着 还在他斗篷的黑色厚兜帽下 看到他眼里喷勃欲出的怒火 Gary在守夜人队伍里待了四十年 这么多年了 谁要是敢小瞧他 他可是绝不会让那人有好果子吃的 可这回有些不一样 他的自尊无疑是受到了伤害 但是威尔在这个老人身上 嗅到了点不一样的东西 你甚至能切身体会到 使那种精神紧绷到一定程度 无限接近于恐惧的感觉 威尔也感到深深的不安 他在长城上已经驻守四年了 他第一次到长城外巡逻时 之前听到的那些故事 全都一股脑涌上心头 吓得他只想拉肚子 之后他觉得当时的自己 简直太可笑了 而现在他已经有了上百次的巡逻经验 面对这片南方人叫做鬼林子的 无穷无尽的暗黑蛮荒之地 他早已不再感到恐惧 直到今天晚上 今晚与以往都不同 这股子昏暗感觉有点不对劲 他紧张得汗毛地竖了起来 他们追踪那股子偷袭的野人 已经第九天了 他们一路向北 接着转向西北 后来又折回正北方向 他们离长城越来越远了 每一天的情况都比前一天更糟糕 今天是最糟糕的了 一阵寒冷的北风刮过来 一棵棵树都像是活了似的 发出沙沙的响声 一整天 维尔都觉得有什么东西 盯着他看 这东西是那么冰冷 无情 毫无怜悯之心 Garry也有相同的感觉 威尔只想快点往回赶 回到长城里就安全了 可是这种心情 却没法和自己的指挥官明说 特别是这样一个指挥官 魏马罗伊斯爵士 出身世家 这个家族里人丁兴旺 他是最小的儿子 他今年十八岁 帅气 优雅 一双灰色的眼睛 瘦长得像是一把尖刀 他骑着他那匹高大的黑骏马 高高凌驾于 骑在小矮马上的威尔和Garry 他脚上瞪着一双黑色皮靴 腿上套着一条黑色羊皮裤子 手上戴着一双艳皮手套 而他身上则穿着一件质地柔软的外套 是几重黑色羊毛和熟皮革打底 上面套着闪闪发光的黑色锁子甲 魏马爵士成为守夜人兄弟还不到半年 但是没人能说 他对旅行这份使命还没准备好 至少他衣柜里的衣服准备得十分充分 他的斗篷是他所有衣着里最为亮眼的 是黑色的厚貂皮 柔软的简直像是罪恶一般 我打赌这些小黑猫们都是他亲手杀死的 错不了 几杯酒下肚 Gary的银房里的兄弟们说道 我们的勇士啊 把他们的小脑袋一颗一颗拧下来 大家都开怀大笑 你喝着酒嘲笑过的人 怎么能正儿八经的听他的指挥呢 威尔在马上冷的发抖时想道 Gary一定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叫咱们跟踪他们 咱们做到了 Gary说道 现在他们死了 咱们可以放心了 前头还有一大段路等着咱们呢 我不喜欢这种鬼天气 如果下起雪来 咱们在路上起码得耽搁两个星期 只是下雪的话还算好的 大人 见过冰风暴吗 这个公子哥似乎没听到他在说什么 他百无聊赖 又心不在焉地观察着 逐渐浓重的暮色 威尔和这位爵士 在一起骑行够久了 他知道 如果他是这副模样 就最好不要打扰他 威尔 你再和我说说 越清楚越好 不要漏掉任何细节 在加入守夜人前 威尔是个猎人 实际上 他是个偷猎者 他在梅利斯特的树林里 逮住了一头梅利斯特的凶鹿 正在剥皮时 被梅利斯特的自由骑士 逮个阵着 他眼前只有两条路 要么加入守夜人 要么剁掉一只手 在树林里穿行 没人能做到像威尔那样悄无声息 守夜人兄弟们也很快 就发现了他这项才能 他们的营地就在两英里外 在山脊的另一边 紧挨着一条溪流 威尔说道 我尽可能地接近他们 他们男人女人都算上 一共八个人 我没看见有小孩 他们靠着大石头盖了个棚子 基本上都被积雪覆盖了 但是我能看出来 没有生活 但是有个很明显的火坑 没有任何人在动 我观察了很久 活人是不会那样一动不动地躺着的 有血迹吗 嗯 没有 威尔承证道 有武器吗 几把剑 几张弓 有个人有一把斧头 看起来很重 双热的 挺瘆人的 就在那人边上 靠近他手的地方 你记下尸体的姿势了吗 威尔耸了耸肩 有两个靠着大石头 大多数都在地上 看起来像倒在地上 或是睡着了 罗伊斯提出自己的想法 倒在地上 威尔坚持自己的意见 还有个女人躲在铁树上 半个身子藏在树枝后面 是个把疯的 他略微笑了笑 我注意隐藏 不让他看见 不过等我靠近些 我才发现 他也一点动静都没了 他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 你冷吗 罗伊斯问道 有点 威尔轻声说道 是风吹的大人 年轻的爵士转过头去 面对着他那个 头发灰白的老骑兵 被栓打落的树叶 从他们的耳畔飘落 像是低雨着什么 罗伊斯的骏马 不安地动了动 Gary 你觉得这些人是怎么死的 魏马爵士漫不经心地问道 他理了理自己的黑雕肠斗篷 是冻死的 Gary 斩钉截铁地说 上个冬天 我竟然冻死过 还有上上个冬天 那时我还是个半大小子 大家都说 雪油四十英尺厚 冰冻的北风 一个劲的嚎叫 但是最要命的是寒冷 他悄无声息地接近你 比威尔还要行踪鬼魅 一开始 你会发抖 上下牙齿打架 你只得一个劲地跺脚 想着要是能来杯温热的酒 或是暖和的火就好了 寒冷会烧起来 千真万确 寒冷比起来 别的东西烧起来都不值一提 但是只会烧那么一会儿 接着 他就会钻入你的体内 在你体内开始蔓延 根本用不着多久 你就会完全失去抵抗的能力 就那么坐着 或是躺下睡觉 这还好受些 人们说 就算你要死了 你都不会感到任何痛苦 一开始 你就会变得虚弱 就只想睡觉 所有的机能都开始消退 接着 你就像沉入了温油奶变成了海里 那么平静 安详 Gary 你真是出口成章啊 为马爵士评价道 我可从没怀疑过 你满腹经轮呢 公子寒冷也曾把我烧了 Gary 拉下帽兜 让为马爵士能好好看看 他的两只耳朵都冻掉了 两只耳朵 三根脚趾 还有左手的小指 我还算好的 我那兄弟 在守夜的时候冻死了 他脸上还挂着笑 为马爵士耸了耸肩 Gary 你该穿得暖和些 Gary 瞪着这个公子哥 在一蒙学士 帮他切掉耳朵的地方 那些耳孔周围的伤疤 都因愤怒而发红了 我们可以看看 等冬天真的来了 您能穿得多暖和 他一把戴上兜帽 拱着身子 坐在他的小矮马上 憋着火 不发一言 如果Gary说是因为寒冷 威尔开始说 威尔 上一周 你站岗放哨了没 是的大人 哪一周他没站他娘的十几个岗 他到底想说些什么 你觉得长城怎么样 呃 在滴水 威尔皱着眉头说道 经这位公子 这么一说 他倒是明白了 他们不可能是冻死的 因为长城还在滴水 那么就是还不够冷 罗伊斯点了点头 脑子挺灵光的 上一周下了一场霜 也不大 偶尔飘点雪花 但还不至于冷到能一下子杀死八个成年人 我再告诉你 他们都穿着皮革裹着毛皮 有棚子可以避寒 还能生火 这位爵士自鸣得意地笑着说 威尔你带路 我倒是要瞧瞧这些死人 既然这样 也就只能这么做了 命令都下了 为了荣誉 他们也没有退路 威尔带头 他那匹毛发杂乱的小矮马 小心翼翼地穿过灌木丛 昨天夜里下了一场小雪 薄薄的一层雪下方 隐藏着石块 根筋和隐蔽的洼地 一不小心就会绊倒 魏马罗伊斯爵士走在中间 他那匹黑骏马烦躁地打着响鼻 巡逻时不是一骑战马 但是和这栋公子哥说又有什么用 盖尾殿后 这个老骑兵一路都在喃喃自语 暮色更为浓重了 万里无云的天空 紫得发黑 像是旧山口的颜色 接着整个变黑了 星星一颗颗开始闪烁 半轮明月升了起来 威尔很庆幸 月光照亮了前路 咱们完全可以走快点 眼见月亮身上的天空 罗伊斯说道 我这匹马快不了 威尔说道 恐惧让他说话失去了分寸 或许大人想走前头 魏马罗伊斯爵士懒得回答他 在树林深处 传来一匹狼的嚎叫声 在一棵扭曲多结的古老铁树下 威尔让他的小矮马停了下来 接着从马上跳了下来 你停下来做什么 魏马爵士问道 大人 剩余的路咱们最好走路 就在山井那边 罗伊斯沉默了片刻 他望向远方 脸上若有所思 一阵寒风吹来 在树林间沙沙作响 他那件宽大的黑雕斗篷 在他身后飘起 像是突然有了点生命似的 这个地方不对劲 盖瑞咕咚道 年轻的爵士鄙夷地笑道 是吗 你感受不到吗 盖瑞问道 好好听听 这黑暗深处的身影 威尔能感受到 他在守夜人队伍里 待了四年了 他从没像现在这么怕过 到底是什么东西 风 树沙沙作响 还有一匹狼 盖瑞 哪个东西 把你吓得丢了魂似的 盖瑞没有回答 罗伊斯风度翩翩地 从马鞍上一跃而下 他把他那匹骏马 牢牢系到一根低垂的树枝上 离另外两匹马远远的 接着他从剑鞘里 抽出一把长剑 剑柄上的宝石闪闪发光 如水的月光在发光的剑身上流淌 这是把好剑 从他的品相看 是把在城堡里锻造的新剑 威尔甚至怀疑这把剑 从没正儿八经用过 这里的树靠得很近 威尔警告说 大人 这把剑会把你缠住的 你最好是拿把刀 如果我需要什么意见 我会问的 这位年轻的大人说道 Garry 你待在这儿 守住这几匹马 Garry从马上跳下来 咱们得生个火 我这就去办 老头子 你是脑子进水了吗 如果树林里有敌人 火光是最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但是火可以赶走一些敌人 Garry说道 熊 冰原狼 还有其他一些 为马爵士的嘴巴 抿成了一条线 不许生火 Garry兜茂的影子 隐藏了他的脸 但是威尔在他眼里能看见 他盯着爵士时 眼里闪烁的怒火 就在那一瞬间 他生怕老头子 会拔出他的那把剑 这是把又短又丑的剑 剑柄被汗水浸得褪色了 刀刃上也布满了缺口 但是如果Garry从剑翘里 拔出那把剑 他堵着一公子哥 一直要死翘翘 最终Garry望向地面 不许生火 他喃喃自语 轻的只有他自己能听得见 罗伊斯就当他没意见了 接着转过身去 你带路 他对威尔说道 威尔带路在一处小树丛间穿行 接着爬上山坡 来到一个低矮山几处 他之前曾在一棵哨兵树下 找到了侦察点 在薄薄一层积雪下方 地面潮湿泥溺 很容易滑倒 还有石块和隐蔽的根筋 会把人绊倒 威尔爬起树来 悄无声息 在他身后 他能听见 那位公子身上锁子甲 被树枝划过时 发出的轻柔的金属 撕死声 树叶发出的沙沙声 还有修长的树枝 缠住了他的长剑 并勾住他的黑雕斗篷时 他的低声咒骂声 正如威尔所知 那棵巨大的哨兵树 就在山脊顶端 他最底下的树枝 离地面不足一英尺 威尔钻到树枝下面 肚子紧贴着鸡血和污泥 他向下方的空地张望 他的心脏 在他的胸腔内停止了跳动 就在那一瞬间 他甚至不敢呼吸 月光照亮了空地 火坑里的灰烬 被鸡血覆盖的棚子 那颗大石头 还有那条 没被完全冻住的小溪 这一切都和数小时前一样 但是 他们不见了 所有的尸体都不见了 我的天哪 他听见身后的声音 为马罗伊斯爵士爬上山脊时 用剑砍掉了一根树枝 他站在哨兵树边上 手里握着长剑 一阵风吹来 他的斗篷在身后鼓起来 他在群星闪耀的映称下 显现出尊贵的轮廓 任何人都能看见他 啪下 威尔急切地低声喊道 事情不对劲 罗伊斯没有动 他望向下方的空地 不禁笑出声来 威尔 你的那些死人 跑别的地方扎营去了 威尔说不出话来 他想说点什么 可就是说不出口 这绝对不可能 他的目光在被抛弃的营地上方来回扫荡 最后停在了那把斧头上 这是一把巨大的双刃战斧 就躺在他之前见过的地方 没人动过 是一把挺直前的武器 威尔站起来 魏马爵士命令道 这里连个鬼都没有 我不许你躲在矮树丛底下 威尔极不情愿站了起来 魏马爵士扫了他一眼 对他的行为很是不满 我可不愿意第一次巡逻 就两手空空回黑城堡 咱们一定得找到这些人 他四下张望 你上树 快点 找找火光 威尔转过头去 一句话没说 说再多又有什么用 风又刮起来了 吹到他脸上 像刀割似的 他来到那棵树根前 是一棵亭亭如盖的灰绿色哨兵树 他开始往上爬 没过多久 他的手上就沾满了树叶 他一头钻进了针叶里 恐惧沾满了他的肠道 就像是难以消化的食物 他轻声向这片树林里的无名之神祷告 并从窍里抽出了匕首 他用牙齿咬住匕首 好让双手方便攀爬 冰冷生铁的味道 多少让他安心些 树下的那位公子突然大喊道 谁在那儿 威尔从这声叫喊中听出了心虚 他停止攀爬 他侧耳倾听 他仔细观察 树林做出了答复 树叶沙沙作响 冰冷的溪水 潭流不息 远处一只雪箱叫喊了一声 异鬼可是无声无息的 威尔从眼角看到了什么东西的动静 一些参白的轮廓在树林间飘过 他转过头去 在黑暗中 遍见了一个白色的影子 接着又不见了 树枝们在风中微微颤动 好像各自都长出了木头爪子 相互抓挠 威尔张嘴想向树下发出警告 但是要说的话 似乎都被冻在了喉咙里 或许他看错了 或许不过是一只鸟 一个雪地上的影子 或是月光产生的错觉 再说了 他到底看到什么了 威尔你在哪 威马爵士抬头喊道 你能看到点什么吗 他突然变得谨慎起来 慢慢地在地上走着圈 手里握着他那把长剑 他一定像威尔一样 感受到他们了 可是什么也看不见 快说话 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冷 确实非常冷 威尔浑身发抖 更使劲地抱住树干 他把脸紧贴在这棵 哨兵树的树干上 他的脸颊 能感受到那些 甜丝丝黏乎乎的树一 树林的暗处突然出现了一个影子 他站在罗伊斯跟前 他很高 但是枯瘦坚硬的像一把老骨头 而且他还有牛奶般苍白的肌肤 他的盔甲随着他移动而变换色彩 一会儿如初见的心血般洁白 一会儿又漆黑如暗影 而且盔甲上到处点缎着树木 深灰色的斑驳影子 他每踏出一步 上面的图案都像是水中月般 轻轻换动起来 威尔听到魏玛罗伊斯爵士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后 呼吸都停止了 站住! 这位公子警告道 他的嗓音沙哑得像是个男孩 他将他那件长长的黑雕斗篷 甩到身后 这样胳膊就能露出来了 他双手紧握住那把长剑 时刻准备好战斗 风突然停了 天气变得寒冷无比 一轨脚下不发出任何声音 飘向前来 他手上握着的长剑 和威尔剑过的任何长剑都不一样 人类所用的任何金属 都没法锻造出这样的剑身 剑身是半透明的 月光在上面流淌 像是一片极薄的水晶 如果从剑刃处观看 简直像是不存在一般 这把剑上跳动的蓝色的微光 在它的剑刃处缠绕着鬼火似的光 就凭这一点 威尔就知道 他一定比任何剃刀都锋利 卫马爵士毫不畏惧地迎战他 咱俩耍一耍 他将手中长剑高举过头顶 他可不会轻易屈服 不过他的双手有点颤抖 不知是肠肩太重了 还是天气太冷了 但是就在此刻 威尔心里想 他已不再是个男孩了 而是一个真正的守夜人 异鬼停住不动 威尔能看见他的眼睛 一双蓝色的眼睛 这是一种比任何人类的眼睛 都要深邃 都要湛蓝的蓝色 就像寒冰燃烧的蓝色 这双眼睛盯着那把 在空中颤抖的长剑 看着冰冷的月光 在剑身上流动 在刹那间 他真希望有奇迹发生 他们从暗处悄无声息地出现了 和第一个长得一模一样 三个 四个 五个 魏马爵士或许感受到了 随之而来的寒冷 但是他没看到他们 也没听见他们 威尔应该大声喊叫 这是他的职责 但是那样的话 他也只有死路一条 他打得哆嗦 搂着树干 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那把苍白的长剑破空而来 在空中轻微晃动着 魏马爵士挺剑迎击 两剑相交后 没有发出金属撞击的声响 只发出一阵几乎听不见的 尖细的声音 像是动物痛苦的悲鸣 罗伊斯挡住第二剑 第三剑 接着向后退了一步 对方连出了几剑 他又后退了一步 在他身后 右手边 左手边 异鬼将他团团围住 他们只是站在那耐心地观看 面目模糊 不发一言 他们身上精致盔甲上流动的图案 让他们几乎都隐没在树林间 但是他们无意插手这场大斗 两剑一次次交锋 发出的那种怪异痛苦的乌烟声 让威尔只想伸手堵住双耳 魏马爵士用尽全力 这会儿正大口喘着气 他呼唇的气在月光下挣腾 他的剑身上结了白霜 而异鬼的剑身上 则跳动着淡蓝色的光 这回罗伊斯慢了一步 没挡住对方的攻击 只见那把参白长剑 直刺入他腋下的锁子甲里 年轻的爵士发出痛苦的惨叫 鲜血从锁子甲上漫溢出来 冒着热气 一滴滴落进血里 如火焰般红焰 魏马爵士用手指擦拭 深测的鲜血 他的艳皮手套浸透了红色的鲜血 异鬼用威尔听不懂的声音 说了些什么 他的声音像是冬日冰壶裂开时 发出的声音 而他的话明显是在嘲弄 魏马罗伊斯爵士怒火中烧 为了劳伯国王 他大喊道 咆哮着冲向前去 双手举起那把结霜的长剑 用尽全力抡起长剑 横着砍了过去 异鬼懒洋洋的挡了一下 两剑相交 长剑即刻碎裂 一声尖叫 在森林的夜空中回荡 那把长剑碎裂成 数百个薄脆的碎片 像一阵针鱼般散落四处 罗伊斯一下子跪到地上 力声尖叫着 用手捂住双眼 鲜血从他的指缝里溢出 膀胀的异鬼一起前进 像是收到了什么信号似的 剑起 剑落 一切都在死寂中进行 这是冷冰冰的屠宰 苍白的剑声切开锁子甲 就像切开丝绸一般容易 威尔闭上了双眼 在他身子下方 他听到他们的声音和笑声 像冰锥一般尖锐 当他鼓起勇气再看时 已经过了很久的时间 他下方的山脊上 已是空空如也 他就待在树上 甚至不敢正常呼吸 这时 月亮慢慢地 在漆黑的天空上划过 最后 他的肌肉都抽筋了 他的手指都被冻麻木了 他才从树上爬了下来 罗伊斯的尸体脸朝下 躺在雪里 一只胳膊向外伸着 他打见黑雕厚斗篷 也被砍了十几件 像这样躺着 变成了死尸 他才看清楚 他多年轻 还是个孩子 他在几英尺外 发现了常见的残骸 剑端碎裂扭曲得 像是一棵被雷劈了的树 他跪下去 小心翼翼地朝四下里看了看 一把抓起断剑 这把断剑可以为他作证 盖瑞应该知道拿它怎么办 就算他不知道 起码熊老莫门或者医门学士会知道 盖瑞和马还在下面等着吗 他得赶紧了 威尔站起身来 为马罗伊斯爵士在他身后站了起来 他那身精致的衣服都破碎不堪了 他的脸也是血肉模糊 他常见的一个碎片刺穿了他左眼的白色瞳孔 瞎了 他的右眼睁开了 瞳孔燃烧起蓝色的火焰 他能看得见 手指失去了力量 断剑掉到了地上 威尔闭上眼睛祈祷 一双修长优雅的手划过他的脸颊 紧紧地掐住了他的喉咙 这双手戴着最为精致的艳皮手套 手套上沾满了粘稠的鲜血 而这双手却冷如寒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